第六百九十四集 叶浩轩知道 自己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 他右手一甩 把那老头的尸体甩到了地上 他对着目瞪口袋的一杆古家人说道 一起上吧 不要浪费时间 你杀了长老 一名年轻一底的古家人悲愤的喝道 去杀了他为长老报仇 杀呀 一群古家的小辈大呼小叫的冲上前 他们是卯足了劲 要为他们的长老报仇啊 一号喧嚣了 一群被人当成炮灰的傻逼啊 他们都来杀自己了 难不成他们还要想着自己 要对他们手下留情不成 残影一晃 叶浩轩的身形骤然前行 他右手一伸 母把指剑在他的手心中快速地旋转着 这指剑是庙会的 这绝学也是他的 叶浩轩自然不会庙会的道家绝学 但他用浩然真气可以一葫芦画瓢使出来 威力和妙会使出来的相距无解 右手一伸 五把指剑几乎是同时向前飞出 最前方的那名古家弟子身形重重的一顿 然后他的喉咙和胸口大量的鲜血迸发出 他双眼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 然后轰然倒地 扑扑 一名古家弟子两根拇指 莫名其妙地被斩断 他尖声惨叫 连连地后退 叶浩轩走上前去 右手虚空一抓 母跟指剑骤然飞毁 在他的胸口快速地绕来绕去 伴随着血花似箭 那名弟子胸口变得一片模糊 他的身形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 一动也不动 这些古家的弟子或许内力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跟叶浩轩差得太远了 再说了叶浩轩现在根本不用内力和他们打 一出手就是杀掌 这让他们平时修炼的古武根本派不上一点用掌 随着叶浩轩的所到之处 母把指剑是四下纷飞 剑指就好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往古家的那一众弟子身上招呼 不到片刻 古家数名弟子便倒了一地 不不不不 不要杀我 不要 直到现场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才知道害怕 眼前的同伴倒了一地 这情形就像是修罗炼狱一样 让他感觉到心头一阵阵的心惊胆战 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 叶浩轩淡淡的一笑说道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一个小角色 我还年轻 我刚马二十 我不想死 饶命啊 那人几乎被吓破了点 他的话有些显得 语无伦色 你年轻 也好玄笑 他右手向前一伸 五把指剑骤然飞回他的手心 在他的五根手指前快速地旋转着 他的声音冰冷无比 就好像是来自地狱一样 这指剑的主人才十岁 你们连个十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 你还敢说你年轻 你无辜 啊 饶命啊 与我无关我不知道 这都是家主吩咐的 这与我无关啊 那名骨架的弟子惨叫了起来 叶浩轩右手一伸 虚空一抓 他不再去看后果 他转过身来扬长而去 五把指剑迅速地飞逝 那名弟子的生机迅速地消失 叶浩轩右手一招 五把指剑骤然飞回到他的手中 骨架的人解决了 前面一定还有更加厉害的人在等着他呢 医生 好强的杀气啊 来下盆棋消消气吧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头 他的跟前摆着一个棋盘 老头正在无聊地自己和自己下棋 棋吃 叶浩轩说 在这种冰天雪地几乎要冻死人的地方 自己跟自己下棋 不是有病就是有病啊 但是看这老头看起来似乎很正常 那只有一个可能 他是位高手 在华下有位喜欢下棋的高人 就叫做棋吃 所以说叶浩轩断定眼前这货呀 就是棋吃 他走到了棋吃的跟前坐了下来 嘿嘿嘿 正是老夫 黑子还是白子 棋吃微微一笑道 我不是来跟你下棋的 我只想快点地解决问题 然后回去 叶浩轩说 嘿嘿嘿 你能解决得了我 棋吃呵呵笑了 解决不了 你就不找我麻烦了吗 叶浩轩反问 不会 我今天是来杀你的 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 只要一胜击败剑舍 从雪影风向来 我们就送你一场 棋吃说 听听大名的棋吃竟然会去做别人的狗 叶浩轩押头道 华夏的高人真的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利益的趋势 让你们这么连脸都不要的过来杀我 很简单 为了利益 棋吃也不生气 他把握着手中的棋子说 这个世界上利益至少 可你们是高人 你们会为了是世俗的利益争来争去的 叶浩轩说 都是肉体翻台 都是凡人 又怎么可能不会对利益眼红呢 齐痴淡淡的说 我们有家族 有师门弟子 一个强大的古武世家 需要无上的财力支撑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们就甘心的去做别人的狗 别人让你们咬谁 你们就去咬谁 叶浩轩下了 对 你可以这样骂我 反正你也骂不了多久 你临死前还有多少愿望可以一并的说出来 指不定我还可以帮你 齐痴说 恕我直言呢 单凭齐痴你一个下人 想把我留在这里 有点难度 叶浩轩说 数十年前雪山之巅 你被剑胜破了你的生死棋 你的一颗道心早就落了下场 剑胜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感觉你能把我留下来 叶浩轩说 你说的不错呀 这倒是个问题 齐痴一本正经的点点头道 我一个人想拿你的确是有点难度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可以有同伴吗 齐痴说着拍拍手道 嘿嘿嘿 输老鬼 你是不是该出来了 呵呵呵 这才对嘛 叶浩轩笑道 你们这些人不会打没把握的仗 你们也怕死 随着齐痴这一声喊 只见一条人影 从远处出现 他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每一步落下身形 就会诡异的 向前掠出树步 几里的距离 几乎是瞬息极止 在叶浩轩的跟前站定 疏痴拱了拱手下的 医生 久养大名 呵呵呵 我可没什么大名可言 我只不过是一个医生而已 圣子不是内江湖的人给我的 而是我治好的老百姓给我的 为此我感觉到很骄傲 叶浩轩顿了顿说 两位同时出现在这里 看来是要联手试试我的深浅了 嘿嘿嘿 不错 我和齐痴的关系一向不错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这次向医生讨教 也是一起来的 希望医生不要介意 舒痴笑吟吟地说 叶浩轩只想大骂无耻 明明就是你们两个 以大欺小 以强欺弱 偏偏又要扯上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说真的 舒痴是叶浩轩见过的高人里面 最无耻 最不要脸的一个 你们两个的关系很好 叶浩轩问 嘿嘿嘿 不错 情影不离 叶浩轩再问 哪里有舒痴 哪里就有齐痴 齐痴回答 呵呵呵 你们两个鸡老 叶浩轩笑了 两个老家伙的脸瞬间变 变得发青发紫 鸡老这两个词啊 用在他们的身上 有些不恰当 他们是高人好不好 是华夏内江湖顶尖排名的几位 叶浩轩竟然这样说他们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两个老家伙如果不是鸡老的话 为什么关系会这么近 吃饭睡觉都在一起 甚至上厕所也在一起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们两个的裤子 也是穿着一条的 你这样不是鸡老是什么 住口 我们手底下见真正吧 齐痴大怒 他突然站起来 他右手一抓 雪地上的那个黄金棋盘 骤然出现在手中 他一声轻贺 右手一指 棋盘上的黑白棋子 如同漫天花雨一样 像叶浩轩飞了 漫天的棋子赫然形成了生死棋 齐痴一出手就是杀招啊 当年他的生死棋被剑胜 在雪山之巅破了 所以这数十年来他的修为一直停止不前 他清楚自己和叶浩轩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到了他们这档次上的绝等 已经不是境界上的此刻了 而是道心与道心上的较量 几乎是与此同时 疏痴也动了 他右手一翻 一只巨大的毛笔出现在手中 这只毛笔 比寻常的毛笔大上近五倍不止 金属作身 钢丝为好 他一声轻贺 手中的巨笔一勾 一个破字诀便在半空中形成 齐痴和舒痴的配合几乎是天衣无缝的 生死棋几乎把叶浩轩所有的退路都封死 舒痴的叛天笔被杀招 向叶浩轩一笔点去 叶浩轩动了呀 他不退反戒 身形快速地向着两人冲去 他手中的曲痴质地 雪地上的积雪被他剑身上的真气带动起来 痴痴作响 无数的雪花在他的身后弥漫 化成了一道雪雾 叶浩轩一跃而起 一声轻轩 右手曲痴向前一跳 无数积雪如同被暴风雪卷起来了一般 向上空翻去 他右手曲痴剑中发出了宛若龙银一般的银声 手起剑落 一是横扫千军向前横展出去 啪啪啪 数十颗棋子在半空中炸开 炸成粉碎 原本丝毫没有破绽的生死棋 马上出现了一个破绽 叶浩轩连人带剑呼地钻入了生死棋之中 他手中的曲池 再将向前展落 吃一声轻响 一个透明的剑影在半空中形成 对着书胜那个破子爵 拦腰斩去 两人这招天衣无缝的配合 马上被叶浩轩破了 书吃一声长河 举着手中的笔向叶浩轩袭去 书吃喜欢书法 他的功法也是由书法演练而成 他右手持着笔 快速地写着一首满江红 怒发冲冠平篮处 萧萧雨些 抬望眼 他每一笔落下都会有一个无形的字体 在半空中形成 这些字就好像是一尊尊沉冻的巨石一般 向叶浩轩砸落过来 他一边写 一边退 力求不让叶浩轩进他的身 因为一旦进了他的身 他就占不到便宜了 叶浩轩紧握取持 他一边用手中的剑 挑去着一个个无形的字体 一边紧紧地向书生追去 其胜一声大喝 他一拍手中的棋盘 只见他地下的棋子 被棋盘吸了过来 他右手向叶浩轩一摆 一阵羞羞地破空之声不绝于耳 棋盘上的棋子向叶浩轩起血而来 本来真气还没有复原的叶浩轩 在两人的夹击下 马上就险象还生 如果他对上两个人的任意一个 拼尽权力当然不再惧怕他们 但是他刚刚和剑圣进行了一场恶战 受伤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复原 现在他只得凭着曲池和精妙的五行步伐 糊苦地支撑着 叶浩轩手中的曲池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勾挑刺拦戳几乎都用上 一边要应对着漫天飞舞的棋子 另外一边还要应对殊胜的满江红 突然叶浩轩一声尘赫 他右手中的曲池向上一指 向上一引一剑斩路 这一剑视若惊雷 一时间地上无数的冰雪纷纷地被击起 这些冰雪迅速地凝化为冰锥 分向两人刺去 两人的反应不可谓不慢了 他们带冰锥一成就迅速地向后退去 同时手中的武器 纷纷地向叶浩轩招呼了过去 他们知道叶浩轩现在是强弩之末 这两个人不比建设 说白了这两个家伙就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吧 他们宁可一点一点地把叶浩轩给磨死 也不去冒险和叶浩轩拼命 吃吃 数个棋子在叶浩轩的肩膀和手臂上滑出了数道绚丽的血花 然后书胜大笔一挥 一个沙子诀在半空中形成 一现生死 书胜和齐胜随便拉出来一个 就和叶浩轩的实力差不多了 两个人一起杀 对上刚刚受了伤的叶浩轩 所以这一场仗基本上是没有一点悬念的 齐胜右手一翻 他手中的棋盘骤然回旋 向叶浩轩急驰而去 棋盘上残留的棋子就好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向叶浩轩飞去 扑扑 两颗棋子击中了叶浩轩的膝盖 这些棋子在棋吃手中的生死棋盘的催动下 不亚于一颗子弹 他亮枪后退了几步 右膝一驱跪倒在地上 他右手支剑 看着漫天的棋子和凛冽的杀意向他扫来 就这样死了吗 叶浩轩当然不敢信 他双眼中的力气一闪而过 他死死地盯着那凛冽的杀意 一直以来他都是抱怡忍让的态度 这才造就了他的性格 但他这种性格真的不适合他的生活 这是叶连成给他设的生死局 必杀局 也是老太爷对他的期望 老太爷是在拔苗助长 能力和责任并存 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了 沿途的一切都是阻碍 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就要毫不犹豫地挥动着手中的剑 扫进着眼前的阻碍 一重天锁 开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凛冽的杀意 然后右手握剑 快速地向前狂奔而去 咻 曲池一剑斩出 隐隐作响的曲池上 抱起了仗语的剑光 白色的光滑同天而起 半空中的棋子几乎是在半空中直接气望 不可能 这这 这不可能有 他怎么可能还有反击的能力 曲池愣住 他来不及心疼自己破碎的棋子 他吃惊地吼了起来 叶浩轩之前已经身受重伤 他本来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不可能再有能力反击 这绝对不可能 他现在应该是一只带载的高羊才对 他怎么可能会有爆发出来这么强大的杀意 剑光引线 叶浩轩又是一剑斩出 一重天锁的加持让他的战力在这瞬间成倍的增加 他这一剑斩出的威力可是相当可怕的 咔嚓 奇痴的生死棋盘被拦腰斩断 书胜手中的锯笔也成了废铁 两人一口鲜血喷出来 身形亮强后退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一时间也是再无力反击了 叶浩轩向前移他 身形瞬间前行 他手中的启齿高高地举起 第三剑再次斩出 两个老家伙闭上了眼睛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要被叶浩轩收割了 叶浩轩这一剑下 两个人绝对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但是过了两久 但是却没有感觉到杀意的来历 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只见叶浩轩却在沉默 两久他收起了手中的剑 你不杀我们 齐齿说 我很想杀你们 叶浩轩说 但是我想 如果废了你们的武功 挑断了你们的手筋和脚筋 让你们成为废人 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叶浩轩冷笑道 叶浩轩 你最好不要耍花呀 我警告你 要么就给我们来一个痛快 你休想这样侮辱我 书痴大怒道 手下败将而已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叶浩轩笑了 我们可以死 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们 齐齐说 对不对 你不可能 就懂 不可能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